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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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在子公文之後 我們就趕快在市府有同樣命運的人 就一個一個去訪問 那發現他們都做很吃中的工作 甚至當中有非常多的人是 得到全國的評比的 聶前茅的那種優秀同仁 而且都有很專業的 比如說那個心理輔導員 甚至是很關鍵的公共工程監工 就是對我們的市政品質是站在一個把關 而且過去的業績非常好的同仁 那可是在一個新政權上台的時候 他居然用害若劉強這樣的方式 當天告知然後當天就把我們解雇 很多的地方政府 他都把業聘僱人員當成是一個政治酬庸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 也是很多業聘僱人想要站出來 替自己爭取權益的時候 會受到第一個污名化的一個人潮樂縫 在我們還在指的時候 根本沒有一個人可以出來講話 沒有一個人敢出來講話 因為出來講話 就是明年不續聘 在被這種制度剝削 壓榨的情況之下 他們是一群沒有聲音 沒有面貌的人 約聘庫制度 哈士 正在剝削 正在壓榨這一群勞工 以至於他們 不能算年資 一些基本的權益都沒有 甚至連勞基法的最低標準都達不到 在他的這個運作規則裡面 通常就是泰調沒有背景的 所謂的就是背景弱的人 然後留下呢 並不是工作能力強 而是他的政商背景強 他的樁腳背景強的人 那這樣子 叫我們怎麼可以服氣呢 我們長期以來就是一直在填補公務人員 他們因為專業能力不足 因為人力的不足 然後一方面想要縮減他們的人事費用 那可是又要想要我們的人力勞動 所以他就是長期用這樣的方式去剝削我們的勞動權 第一個訴求就是廢除一年一聘 終止政府非典聘用 第二個訴求就是把勞工的年資還給勞工 所以國家用精簡用受身的方式 只不過是把他的預算的條目換了一個條目 從人事費換成業務費 但是國家有減少對於人力需求的這個受身嗎 我們說這是一個假受身 所以今天除了收費員以外 我們來到這裡要明確的提出廢除這種一年一聘的制度 而且要還我們這些勞工 我們的被國家欠的年資 如果政黨不願意回應 我們將會不斷不斷的催促他們回應 我們也很非常期許 未來將要執政 將要來執掌人事行政總處的 蔡英文 鷹派的總統 來回應我們的訴求 政府部門長期以來用約併固制度 扣除了這些人的勞動權利 剝削了這些人的勞動權利 你要怎麼改革 如果政府連政府部門都不能提供他的雇員 一個穩定 有勞動權勞基法基本保障的年資問題 併固穩定度問題的話 怎麼要求現在所有企業也讓這些勞工有基本權利 藍綠政府代頭作惡 非典屁股剝削勞工 非典屁股剝削勞工 藍綠政府代頭作惡 藍綠政府代頭作惡 非典屁股剝削勞工 非典屁股剝削勞工 藍綠政府代頭作惡 非典屁股剝削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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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綠政府代頭作惡 非典屁股剝削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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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典屁股削勞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